新冠疫情令内地经济受压。中央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以振兴经济。尤其重视与电讯相关的新基建项目。三大中资电讯股中国移动0941。 中国电讯0728及中国联通0762在未来数年非传统固网业务的稳定增长势头将会持续。而5G企业解决方案更在低基数下有较快增长。 中移动5G客户数目远性同业兼托展企业业务。支持盈利稳定增长,加上股息率高,潜在H股回购将为股价提供支持。 可以留意。中移动找紧5G发展提速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行业增长新机遇。 5G上客将继续成为未来两年移动业务的主要增长引擎。 集团具备良好的5G网络及对互联网数据中心和云业务持续投资。 有利开拓企业业务的市场。集团去年收入8482.58亿元,人民币。 下同。按年增长10.4%,顺利1161.48亿元。 按年升7.7%。今年首季收入2273亿元。 按年增加15.6%。其中,通讯服务收入1938亿元。 按年增加9.1%。顺利256亿元。 按年升6.5%。截至3月底子。移动客户总数约9.67亿元。 其中,5G套餐客户总数达4.67亿元。 5G网络客户总数约2.33亿元。 首季手机上网流量增加20.7%。 移动APRU微升0.3%。 至47.5元。2021年末期息2.43元。 港元。下同。按年增加38%。 年同中期息1.63元。 全年派息4.06元。按年升23%。 除了增加派息金额。 中移动也提高派息比率。 2021年的派息比率60%。 较2020年的55%为高。 可谓股息相升。 集团更承诺由2021年起3年内派息比率将提高到70%以上。 现价股息率8.1厘。 亦比同业中国电讯的7.5厘和中国联通的7.2厘为高。 由于中移动盈利持续上升。 未来派息亦有望增加。 截至去年底指自由现金流达1312亿元人民币。 按年升3.2%。 在现金流保持健康下。 有能力稳定增派股息。 摩根大通发表研究报告指出。 中移动收益率达10%。 明年派息比率增加的可见性高。 预期首季业绩后恢复H股回购。 可为股价提供支持。 相信集团在板块中有最佳的防守性及流动性。 给予增持评级。 目标价70元。 股价昨天收报51.35元。 升0.49%。 可于50元附近建仓。 上网56元。 而已跌穿前低位46元则指洩。 要再次消失。 能够名则指洩迦。 此事后的目标仅请指派. 能够名则指津途迅。 将此因此准备。 更多的, 区训为难够名则指派。